各位跟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我先跟各位聊一个我很喜欢 这个研究那个文物 因为设计的人都需要参考一些 一些前人的智慧嘛 我这边刚好就有一本是玉器的一个有一个人的某个人的收藏啊 他的收藏玉器 里面很多都是 都是古物 我曾经讲过那个这个玉器的一些故事 那 这上面因为他他并没有什么系统他就是把它所有收藏东西啊 编上号然后拿出来展示 那我其实我对玉器的了解也不是非常深厚 但是我从这个这个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很一个一个蛮大的展览 他用的是一个 历史博物馆的那个场地 国立历史博物馆 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场地是可以成租的 这个 就跟那个 国也纳金色大厅一样 都是一种一个一个一个噱头 那个以我绵薄的这个玉器的知 那个的知识 我可以断定这上面有很多玉器是伪造的 伪造 这个国物的伪造有很多种方法 我之前有曾经那个 我学书法的时候我的老师 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模仿 很多家的书体都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那个宋代四大家 他因为他 他 花掉了几十年的功夫 所以他自己那个 他自己有体内 他自己的体很少用 他大部分表演的都是各家书体 非常像 然后他告诉我们一句话 而且当场示范 他说字画是最容易被 仿制的 所谓的假古董 我听了这个话 我以前如果没有经过他的 当场表演的话 我还不相信 经过他表演之后 这里面密结合 我就在这 就 密而不宣了 我只告诉你 字画是非常容易仿制 所以古董里面字画是最 最低层次 再来就是 像譬如玉器也是一个最容易仿制的东西 因为玉器他玉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矿物 那这个 他因为他受到那个 旁边的那个矿物质的 对相互作用 就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 有一个名词叫做 叫做庆 就是圣露 比如说你常在手上玩或者你埋在地下 他旁边有铁矿有什么矿子 他就会 就会渗入到那个玉里面 玉就会变 变色 有的变红 有的变绿 有的变 变黄 变各种颜色 甚至于五彩都有 那因为这个玉 我们现在 所有找到的玉 简单讲 都是 都是太古时代留下来的矿石 因为玉他必须要经过很多的 自然条件 他才会变成玉 变成玉石 而且他在原石里面 因此只要你知道古字的那些 那些物的形字 你都可以仿字 像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那些东西就是仿字的 因为仿字的人 他必须要有非常的深厚的 古物的知识 否则他仿字出来的东西 年代 朝代 不对 形字也不对 像玉器 有的 我们大一般 一般女人最喜欢就是这些 耳帽子 手 戒子 什么 项链 这些人 或者头饰 法针什么东西的 其实古代在玉里面有很多种用途 有的像宝剑上 或者皮带 或者是 挂 挂钩什么什么 一大堆的 那这个仿字很简单 有的玉真的是古玉 其实是不是古玉都不太重要 因为玉这个东西要纺制的机率是很高的 那其他的比如说瓷器啊什么东西 这我也以前会有兴趣收藏 现在没有了 你看那个我对收藏完全信 我只想说如果我看到一个很美的造型 我把它画下来 然后我哪一天我可能会自己来 纺制一个 看看他是怎么做 他怎么这个造型这么美 怎么感动我 重现一下他的美感 我喜欢的是这个 偷师学义 学义 那个 我刚讲说 那个 瓷器 瓷器他就是 他明明是 现在做古代的东西 他经过一个动作叫做旧 做旧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用化学药品 用酸去腐蚀它 使得那个诱药归裂 形成了开片的效果 或者是 把那个 各种的方式 用酸 强酸 强碱 或者埋在地下 或者染色 或者用各种手段 现代的手段 科技手段 去把一个新的东西 搞得像一个 旧东西一样 尤其是搞得像 远古时代 当然这个东西是 难逃法眼 因为真的 懂得这个 古物的人 他可以从各种 各种线索去 去侦破 他到底是真的 还是 真的那个 真的是古物 还是假的 那个 这个做旧 我今天就是要 主题就是讲 做旧 什么叫做旧呢 很简单 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那个 牛仔裤好了 有一阵子很流行 那个洗白的 就是 就叫做 刷白牛仔裤 这牛仔裤是蓝色的嘛 新的时候是全蓝的 就是 牛仔裤本来是 牛仔的工作库啊 美国西部开拓的时候 他们那个 矿工穿的 他原来是蓝色的 深蓝色的 但是你穿久了之后 他那个颜色 逐渐褪色 褪成蓝不蓝 穿白不白的 但是有人觉得那个特 有一种特别的 仓 那个仓老的美 所以 那个 做牛仔裤的厂商 他们就用什么 用石头 在一个滚筒里面啊 把牛 牛仔 牛仔 这个 牛仔裤丢进去 然后还有石头 鹅卵石丢进去 互相在里面这样 搅和搅和搅和 他就 他就把那些 那个 那个 蓝色的牛仔 牛仔裤 把它磨成白色 好像很老旧似的 那现在还有一种 又有一种什么 更新玩法 就是 他觉得光是 刷白还不够 他还要把那个膝盖啊 什么地方 屁股那个地方 给它刷丝 刷成好像 衣衫蓝褛的样子 一个个都像丐帮似的 觉得这样子 特 特别有一种 老旧的美 这些东西都叫做旧 那个 这个牛仔裤这个就是衣着了 他不骗人 那不是为了骗人 他只是为了一种 某种美感 其实如果要追求这种美感 你不妨把那些 不要的射胶带 统统统绑起来 挂在身上 跟那个稀里哥那样子 那不是更加有 颓废感 那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做旧 做旧我就想到有一个 有一个笑话就是 你明明只有 四十岁 可是你 你把自己搞的 沧桑成这个鬼样子 我们在那个 黄土高原那些 那些 那些种地的那些 那个老农民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 面朝黄土背朝天 每天在那边劳作 所以那个 头上那个皱纹 像刀科的一样 那个眼角鱼尾纹 脸上那些皱纹 你看他们劳作 但是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我们在现代生活里面 好吃懒做 那个手嫩的 像那个 比那个 比人家嘴唇都还嫩的人 也可以弄成这样 游民罢 这 我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很近的人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做旧啊 那帝王也会做旧啊 三公六院 七十二妃 那不就是 折腾自己吗 那不就是做旧吗 早点 这个 盟主宠召吧 早点这个 例如先般 不知道爱惜身体的人 他也会做旧啊 像这样子 像这个形象 昨天我在录那个 老人的那个 老人国的那个故事 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做旧这个 这个词 然后从那个做旧我就想到说 凡是不爱惜身体的人 简单讲 都是做旧 那个 古人讲说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孝经的第1篇第1章 第1段就是这个 孝之死也就是这个 还有另外还讲说 叫人家爱惜名誉 叫做珍惜羽毛 鸟类的羽毛很重要 珍惜羽毛 那我在想说 凡是你不好好的 保养身体的人 都是不孝 这个国家也是不忠 不忠不孝之徒 难以为人 以上跟各位分享 我是吴忠正 谢谢各位